海独分子赖清德又猪而妖了 结果却被美国打了脸 这是怎么回事 大家好是吕哲 明年就是台湾地区的大选年 各路阵营摩拳擦掌叙事待发 最近台湾民进党主席同时也是候选人的赖清德 由于一番争议言论 竟然被美国官员亲自下场打脸 怎么回事呢 赖清德前阵子说 当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走进白宫的时候 他们的正目标就完成了 美国人听到这番话立刻坐不住了 要求台当局企业师澄清赖清德这番话的意思 因为这和美方的态度差异很大 台湾地区领导人走进白宫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美国接受并支持台独分裂势力 准备把台湾当作所谓的国家级别来对待 这是我们所坚决不能忍受的 而且美国自己本来也没有要做到这个地步 更何况 这和赖清德此前的承诺不一样 赖清德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还说 如果能在明年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话 他会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和大陆展开对话 那时的他还是一副希望维持现状的务实态度 结果没过几个月 赖清德就装不下去也忍不了了 说出了一番激进的台独言论 说不定也是想以此对美国旁敲侧击 窥探一下美国对于台独是否会有默许或者支持的态度 结果却被美国彻底撇清了关系 赖清德出尔反尔这番话是他一厢情愿的说法 这可不是美国教的更不代表美国的态度 美国是何等狡猾 怎么可能给区区一个赖清德牵着鼻子走 美国眼睛主要盯的对象还是中国大陆 台湾地区不过是美国用来制衡大陆的一个棋子而已 对于大陆而言台湾是核心利益 而对于美国来说台湾根本不算什么 美国内部对于台海问题的态度是不一致 像是前总统特朗普他表示说 如果他当总统的时候遇到大陆武统台湾 他绝对不会出兵干涉 原因很简单 这跟美国有什么关系 特朗普向来只是自扫门前雪 不爱多管闲事 不管是特朗普还是拜登 他们的共同目标都是遏制中国的崛起和发展 避免美国的地位被挑战和动摇 这才是第一位的 台湾问题好像一张好用的牌 美国只要打台湾牌就能让大陆不爽 或者以后可以以此逼大陆对美国做出更多的让步 来达到维持自己霸权的目的 不读不同才是美国最好的局面 但是万一让台独势力得逞了呢 那很快就会爆发战争 那时候美国怎么办呢 要是不管就会少了一张重要的底牌 美国的影响力和地位也会进一步被质疑 不是说好要保台的吗 怎么保不住了呢 好 但是美国要管了 不论是打得赢还是打得输 这损失都不会小 美国这个棋手要是因为一个棋子引火烧身 这可就不值当了 咱们的中美大使戏风也顺便敲打了一下美国指出 赖清德就是一个灰犀牛 是中美关系非常明显的威胁 我看前台词就是美国在这种重大问题上应该保持清醒 直到进退 可别头脑一迷糊真的就去符合台独的言论了 赖清德在这个接骨眼上炒作台独言论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近期的选举形势不利导致的 你看最近岛内有媒体组织的一个投票 结果显示有75.9%的人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侯友义 赖清德的支持率竟然也只有少得可怜的2.6% 虽说这个投票可能无法代表所有的台湾民众 但是足以见得有相当一部分台湾人 他是不待见赖清德的 所以他才要赶紧炒作一番加大力度争取独派的投票 我觉得赖清德你还是务实一点 哪怕像以前一样表态说维持台海现状也好 要是再这么猴急的要去搞台独 恐怕以后众叛亲离的场景会越来越多 后面有你后悔的日子 好 今天旅游玩啥就是这样 下期再见